原标题 而他却有着和赵本山一样的口音 你能想象威严的康熙大帝 蹦出来一句 你想大他吧 中国帝大物博 民族众多 口音杂矣 皇帝尚且说方言 就更不要说诸位大臣和万千百姓的 那么交流自然就成了问题 从先秦开始 政府推行民族共同语的行动 就一直在断断续续的进行着 其中就包括正因这项政策 正因通俗一点来说 就是正确规范的读汉字 在正因这件事上 有许多皇帝贡献过心力 其中最有激情的要术雍正皇帝 雍正是清朝的第五位皇帝 汝关后的第三位皇帝 清圣族康熙的第四个儿子 他在政治上的杰出成就 是学术界一致公认的 雍正登基后 立即做出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整个立志 积极推行新法 在魏时期 平定了罗布藏丹金判断 设立军基础加强皇权 实行改土挥流 火号挥宫等一系列铁腕改革政策 对当前盛始的连续具有关键性作用 但即使是这样一个雷厉风行的人 也曾切身体会过有交流上的障碍 是一件多么让人心累的事 并吐曹说 每次引荐大臣 明广官员带着响音的关华 自己根本听不懂 可见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不止只是我站在你面前 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还有你站在我面前 而我却不知道你在说啥 这要是把他们安排到别的省 能处理好当地事物吗 当地人能听懂他们说话吗 此番吐槽其实请有可原 设想一位说着一口 东北话 和官员到南方任官处理事物 一句在东北十分接地气的你咋了 在南方就显得尤为突兀了 雍正帝在全国推行普通话这件事 在当时是十分轰动的 毕竟他身为一位满足皇帝 却破天荒地下了一道推行普通话的御址 实在是让人惊讶 不仅如此 他还命令福建和广东两省推行 民族共同语 并规定读书人如果听不懂 或是不会讲普通话 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 也就意味着不能做官 皇帝御址一下 随之存在的问题也就暴露出来了 要想推广普通话 就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语言 朝中大臣们其实心里都明白 皇帝心仪的普通话自然就是北京话了 但暂且抛开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的难度 单单是明广地区 想要实现普通话的推广就难上加难 一来当地的语言地域性太强了 二来离京城距离又遥远 雍正帝的推普措施似乎大力进行着 然而效果却微乎其微 因为这项政策从本质上来说 是皇帝加强皇权的一种政治手段 具有人缘上的局限性 加之官员们的懈怠和改朝换怠 频繁使之无法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也不能说这项举措就一无是错了 因为它毕竟还存在一定积极作用和影响 并且为后来的张之洞等人提出 观音统一天下语言的思想和举措奠定了基础 Interaction 你会说哪些东北话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